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昧厨房 我们在炒豆角的时候 有人焯水,有人油炸 也有人直接下锅炒 其实豆角焯水后 营养就会流失掉了 如果是油炸又很不健康 直接炒又不好吃 而且还不容易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炒豆角非常好吃的做法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豆角放入一个大盆中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先将豆角清洗一下 把豆角表面的灰尘全部清洗干净 豆角清洗干净之后 给它控水拿出来 然后把豆角放在菜板上 切掉它的头和尾 再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 全部切好后 装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下手抓拌一下 把食盐搅拌至融化 用盐水清洗过的豆角 吃起来更加的放心 抓拌均匀后 先放在一旁浸泡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几斑大蒜 给它切成蒜粒 一小块去皮的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将蒜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准备一小节的大葱 准备一小节的大葱 从中间切开 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碗中 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 可以不用放 切好后装入碗中 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 去掉猪皮以后 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可以像我这样 把肉放到冰箱里面 冷冻半个小时再来切 这样切起来 薄厚比较均匀 全部切好后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生抽 加入一勺蚝油 小半勺的食用盐 少许的鸡精 小半勺的白糖 然后用勺子 充分的搅拌均匀备用 这个时候 我们的豆角 也已经浸泡好了 把豆角简单的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后 空水捞出来 转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提前加入一点食用油 可以使豆角保持翠绿的颜色 而且油可以锁住水分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 更加的鲜嫩 也不容易发黑发黄 搅拌均匀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蒸锅中烧上水 水烧开以后 把豆角放入锅中 用筷子将它平铺均匀 提前把豆角蒸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 比较鲜嫩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给它蒸三分钟 好了 三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哇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豆角颜色非常的翠绿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个时候的豆角 基本就已经熟了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脆嫩 先把它盛出来 装碗中备用 豆角这样蒸过以后 营养基本不会流失 接下来起锅烧油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 把五花肉放入锅中翻炒 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起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最后把五花肉炒制成 颜色金黄 然后把葱姜蒜末和小米椒 放入锅中翻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 再把豆角放进来翻炒 这里我们炒的时候 要开大火来炒 因为豆角蒸过后 基本就已经熟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炒太长的时间 大约炒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炒至融化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颜色翠绿 而且脆嫩又入味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调料翻炒均匀后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 美味继承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 真的太香了 看一下 这个豆角的颜色 也非常的翠绿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这样炒出来的豆角 营养不流失 好吃又下饭 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试一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